为在花莲寿风乡丰田社区的大同戏院 曾陪伴当地人度过一段繁忙的时光 在1980年后封闭至今 两年前在社团法人花莲县牛离社区 交流协会协助下 重开戏院大门 而端午廉价四天也携手小小山东野 举办小小山东野市集等系列亲子活动 也会民众把握廉价一起走进回忆里 花莲社丰香丰田社区过去成因盛产丰田域 有过一段繁荣时光 农村内的大同戏院1980年后就封闭至今 如今在社团法人花莲县牛离社区交流协会的协助下 七首小小山东野 22日起的断午廉价四天 举办小小山东野市集 带来大老板小老板市集 光影工作坊 迷你儿童剧以及戏院探险等活动 摇胜一变成为适合亲子 餐饮的友善文创复合空间 小小山东野市最主要是由我们 山东野表演方的两个妈妈 我们都是母职 然后就是想说就是想要办一个 就是办一个活动 可以让小朋友来参加这样 我们办这个活动事实上是希望就是 可以为在花莲中区的小朋友们 有一个空间可以来玩这样子 然后今天呢我们也有办 就是两点会有一个 还有跟花莲铁道电影院一起合作的 播小孩子的那个动画 然后还会写电影这样子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对丰田人来讲 我们小时候都会听过说 以前有一个戏院 他见证了丰田的繁荣这样子 那但他我们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灌闭了 灌闭了四十几年 一直到大概是两年前左右 我们第一次把戏院打开 那当时候打开其实我们就一直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让整个空间是为地方的孩子们服务 那其实是因为三四年前我们就有发现 这边的小孩子越来越多 然后包含像幼稚园要抽签啊 或是爸妈带小孩子没有地方去啊 我们就希望能不能把戏院整理起来 可以有一个让小孩子玩乐的 安全玩乐的空间跟父母可以喘息的空间 所以当时候我们就透过文化部那边来申请 就是地方创生的计划去修复了整个戏院 所以今天会看得到戏院 他有一个戏院区跟一个咖啡厅的座位区 那还有那个幼儿的玩乐室跟哺乳室 然后你可以看到整个空间 他的玻璃都是比较通透的 就是我也希望不管是剧场在做表演的时候 居民们是可以有一个相对可能安全感 多一点点的距离看来到他们里面在干嘛 或者是小孩子在玩的时候 家长们坐在这边休息 可以看到孩子们正在里面玩 小小山东野有两位生间母子的山东野 表演方团圆简一粒真树函组成 透过地方创生 预计即日起至7月9日 在丰田村大同戏院 祝点办理系列亲子活动 如今指示集表演艺术工作坊 儿童电影院或剧场演出等 戏手牛里社区交流协会 花林铁刀电影院等单位 将陈锋超过40年的戏院活络再造 让丰田人的回忆不再只是回忆 欢迎民众把握端物廉价一探究竟 记得长帮演说方向报道